公司大众艺术系统如何有效来落实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 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到了公车停靠地点 可以看到他上车来了解公车的这个驾驶长 如何来进行车内的消毒工作 包括用进过消毒水的这个布来擦拭 可以看到韩国瑜一看到这个桶子呢 立刻又凑上前捞起水来稍微的闻一下桶子里头 到底是装着什么样的水 可以看到他脱下来这个口罩稍微闻一下这个水之后 又把水给放回去 不过可以看到韩国瑜除了在这个时刻之外 几乎全程是戴着口罩的带来听他的最新说法 高雄是全台湾唯一的一级防护的城市 那我又是指揮官 假设我不戴口罩的话 外面人可能就说那你这个一级防护的指揮官 自己口罩都不戴怎么办 这是反面也可以讲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最起码做一个示范作用 戴口罩勤洗手量体温是最基本的 那如果说三四月份照一些日本的专家估计会大爆发的话 等于现在都还没有到最热点 所以等于全国民众我们是建议 尤其是高雄市 大家还是要多戴口罩 这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建议我们市民朋友的 可以听到韩国瑜是特别说明了自己为什么戴上口罩的原因 就是因为今天上午其实民进党团的议员质疑韩国瑜戴口罩的时机恐怕不一定这么恰当 包括是在户外的通风地点或是在室内的密闭空间都要戴的话 会不会和中央希望民众不要疯抢口罩 呼吁空旷通风地点不要戴口罩这样的说法 有一些不太同调呢 对于媒体的追问韩国瑜并没有多做回答